中文播客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民生问题 对对对什么是民生问题 就是跟人民的生活有关的 比如说衣食住行 简称为民生问题对吧 而且是让我们近几年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房价太高了 没错 那我们今天对话的题目呢就叫做房奴 也是最近蛮新的一个词语 对房子的房奴隶的奴 那么在听对话之前呢 为大家准备了三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道就是什么是房奴啊 今天我想从我们的对话里面 大家都很能了解房奴的痛苦 然后第二题呢是对话中的人物 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房价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请问分别是什么 然后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对话中提到了房地产商 对房价可能有一些影响吧 请问具体是什么 然后政府和我们这些老百姓 又有什么样的对策 那萧霞今天为我们准备了哪些词语呢 今天要解释的第一个词是扫性 第一个就是不高兴的 对 性就是性质的性 高兴的性 扫呢就是扫地的扫 打扫的扫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非常高兴的时候呢 突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而使你的心情变得很差 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兴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几个和穷有关的词语吧 这几个词都是比较形象的 比如说穷的叮当响 挺有意思的啊 还有接不开锅 那先把这两个解释一下好了 好 穷的叮当响 比如说大家的口袋里 如果只有硬币 没有纸币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口袋里就叮叮叮当的响 对 形容非常的穷 那还有一个接不开锅 穷的接不开锅 就是没有东西 可以放到锅里去做饭了 它是形容非常的穷 连饭都吃不起了 我觉得这个比穷的叮当响 还要惨一点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都是非常的穷的意思 对 那有一些人呢 他其实很夸张 并没有那么穷 也用这些词来自嘲 然后这种我们就可以 把它叫作为哭穷 就是让别人都知道 哎呀你好像经济很困难 一直哭诉你的经济状况 对吧 但事实上一般呢 都是装的 并不是真正的穷 或者是夸张 对 好的 那关于穷的词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再来看一个 叫做离谱 这个词呢 就是说说话或者做事 不符合道理啊 规范啊 标准 还有原则这样的 对对对 很夸张的意思 对 那这个谱 其实就是一定的道理 和标准原则 对对对 那离谱就离开了 这个一定的标准原则 这个词的用法呢 一般是放在动词 或者形容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的 比如说你说得很离谱 做得很离谱 那形容词的话 比如说高得很离谱 那其实它的反义词啊 近几年比较红的一个 算北京话吧 叫做靠谱 靠谱 对靠近的靠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咬咬牙 这个非常的形象啊 就是形容下决心的那种样子 对 而且经常和花钱有关啊 就是可能有一样东西挺贵的 所以你要下定决心咬咬牙 花钱去买 对吧 没错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沉不住气 沉不住气的意思就是容易激动 遇到事情呢 不能保持冷静 对的 那它的反义词就是沉得住气 很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经常和政策用在一起的动词吧 好 这个词就是出台 那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指演员表演的时候 从舞台上 对 上来 对 出台 现在的意思呢 就是指一些新的政策 方针 还有规定 他们正式地公布实行了 还是一个比较特定的用法 和政策呀 这些很有关联 接下来我们要不听一听对话吧 我想今天大家肯定会从这篇里面了解到 中国人民现在的一个生活情况 附近新开了一家酒吧 听说很不错 下班后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好啊 算我一个 小刘 你呢 我就不去了 你们俩去吧 哎呀 别扫兴了 去吧 去吧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泡巴的吗 哎 最近穷的叮当响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除非你们买单 你少哭穷了 谁不知道你是打工皇帝 做兼职都赚得比我们多 赚得多有什么用 我现在可是房奴 每个月挣的钱 一半都用来还贷款了 剩下的维持日常开销都不够 哪还有钱去奢侈 你买房了 不是说今年不打算结婚吗 这么急着买房做什么 前一阵子 政府说要清算土地增值税 我担心房产商会抬高房价 心想反正早晚都得买房 虽然现在房价高得离谱 可再过几年 还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就咬咬牙买了 你可真是沉不住气呀 政府不是一直在采取措施 降低房价吗 今年或者明年肯定能降下来 到时候再买也不迟啊 这几年限制房价的政策 一条接一条出台 可房价还不是一天天上涨 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言 国内的房价在2020年以前 都不会下跌 可是也有经济学家分析说 08年奥运会以后 房价肯定会跌 不管是会涨还是会跌 现在房子都已经买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都怪黑心的房地产商 唯利是图 囤售楼盘 虚高房价 要我说啊 就应该像温州人一样 个人集资建房 抵制房产开发商 谋取暴利 集资建房能不能成功 还是个未知数 我倒觉得政府想办法多开发点 经济试用房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市场供求平衡了 投机炒房的现象自然会减少 房地产市场也会逐渐回归理性 那可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你们就慢慢等吧 我现在只希望能早点还清贷款 当房奴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哎呀 萧霞 今天这个对话真是我的心声啊 心里的声音 是吗 你也是房奴吗 我现在还没有 我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你想啊 你买房肯定要先付一笔 我们说首付 我连这个首付都没有 所以我没有资格做房奴 那是准房奴 对对对 准备着做房奴 好的 那我们先告诉大家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吧 什么是房奴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 就是房子的奴隶 欢迎回到另一节目的 Chinese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Uh, the CAT scan? 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HSK 那为什么说是房子的奴隶呢 就是有些人因为买房子 而生活得非常辛苦 因为每个月要向银行还贷款 对 就是说可能 占你收入比例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要来我们说供你的房子 对吧 还贷款呢 这样呢 你好像就真的 被这个房子套住了 像作为他的奴隶 一辈子的工作都是为了养他 对你的生活品质也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没错 那这种叫做房奴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对话中的人物 对于房价呢 持不同的观点啊 分别是什么 那有一派呢 这种人很乐观的 他就觉得这两年房价就是 是虚高 我们说不是真实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对吧 可能很多人去 我们说的投机炒房 对 或者一些房地产商 这个等一下会具体的说 把房价抬高了 没错 其实房地产在世界各国 都是比较高的吧 在美国听说最近 已经房价已经下跌了 所以好多人认为这是经济循环 那所以有些人他就现在说 不买房不买房 再过几年等它低的时候 那还有一些人呢 就会觉得说 哎呀 你看近几年长得那么厉害 那你对话里说的是 还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呢 就不知道会涨高到什么程度 什么价格 所以他们是觉得说 这个房价不会跌 只会升的 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觉得中国的房地产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哎呀 好复杂 这里面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房地产商对于价格的影响 对吧 确实是有很多房地产商 他们操控房价 因为就是比如大批量的买土地啊 对吧 然后囤积土地 那我们对话里用到的一个词呢 叫做囤售楼盘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楼 然后呢 不卖出去 对吧 对 他们就一直等到房价涨高了以后 然后再卖 囤售就是说 故意地把东西 留着不卖 对 其实留着不卖的话 市场上房子就少了 那要买房的人很多呀 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 所以好多房地产商 确实是采取这种手法 新闻里也一直在曝光 然后政府也确实有很多的政策 来处罚房地产商的这种行为 那我觉得我们对话里 有一个形容房地产商的词 其实蛮恰当的啦 叫做什么 叫做唯利是图 唯利是图是个成语 对 那么意思就是说 只要有钱财和利益 就什么事情都干 其实它原来的顺序应该是 唯徒利 就是说唯就是指的意思 图就是贪图 那利就是利益 就是说指贪图利益 你看黑心的房地产商啊 政府有很多的对策 有一条对话里提到的是 政府清算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什么呢 就是说政府把土地给你以后 使用了以后 就是说卖给这个房地产商以后 房地产商建造了这个房子 它获得了利益之后 这块土地的价值它就增加了 所以你是要付税的是吧 要缴税的 没错 那以前可能没有这个税 所以房地产商的这个利润 也是很高的 那现在呢 政府想要把他们的利润压低 然后让他们不要再这样 唯利是图吧 其实这个税以前有 但是呢政府没有清算 政府其实是预争的 就是说在房地产商 就是还没有把房子卖出去之前 他就先收取 你使用这块土地的税 这个增值税其实是没有收 那现在有增税了 可能会控制一下 他们这种囤积 没错 好的那作为老百姓 我们用的怎么样呢 我们的对话里提到了 温州的老百姓 他们实行一个个人极字建房 这个好像在北京也有 但是现在政府是 对于这个是有一点控制的 因为可能怕出一些像诈骗呀 之类的 对 社会问题 所以个人极字建房 是之前有蛮多聪明的老百姓 自己想出来 可是真正操作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困难 对吧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老百姓可能也要理性一点吧 没错 朱祺提到了一个炒房 好 炒房这个词 它的意思就是说 做房地产生意 但是是不太好的 这方面的 就是投机啦 对吧 你把一个东西故意的 恶意的炒起来 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就是说可能损害了别人的利益 也有点唯利是图 比如说我们说炒股票 或者炒新闻 对吧 那最后要提的一个 就是政府其实还有开发 经济适用房这么一个政策 对吧 就是给家庭生活真的很困难的人 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们 当然你要买的话呢 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就是说家庭条件可能不太好的 中低收入者可以买到 才有资格 那这经济适用房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政府是无偿地 把这个土地 给房地产商开发的 但现在有一些 就是比较黑心的房地产商 利用了这个土地 但是他们卖出去的价格 却是商品房的价格 哎呦 真是唯利是图 真是黑心啊 对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再来听一遍 今天的对话吧 附近新开了一家酒吧 听说很不错 下班后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好啊 算我一个 小刘 你呢 我就不去了 你们俩去吧 哎呀 别扫兴了 去吧 去吧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泡巴的吗 哎 最近穷得叮当响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除非你们买单 切 你少哭穷了 谁不知道你是打工皇帝 做兼职都赚得比我们多 赚得多有什么用 我现在可是房奴 每个月挣的钱 一半都用来还贷款了 剩下的维持日常开销都不够 哪还有钱去奢侈 你买房了 不是说今年不打算结婚吗 这么急着买房做什么 前一阵子 政府说要清算土地增值税 我担心房产商会抬高房价 心想反正早晚都得买房 虽然现在房价高得离谱 可再过几年 还不知道涨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就咬咬牙买了 你可真是沉不住气呀 政府不是一直在采取措施 降低房价吗 今年或者明年 肯定能降下来 到时候再买也不迟啊 这几年 限制房价的政策一条接一条出台 可房价还不是一天天上涨 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言 国内的房价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下跌 可是也有经济学家分析说 08年奥运会以后 房价肯定会跌 不管是会涨还是会跌 现在房子都已经买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哎 都怪黑心的房地产商唯利是图 囤售楼盘虚高房价 要我说啊 就应该像温州人一样 个人集资建房 抵制房产开发商谋取暴利 集资建房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我倒觉得 政府想办法多开发点经济试用房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市场供求平衡了 投机炒房的现象自然会减少 房地产市场也会逐渐回归理性 那可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你们就慢慢等吧 我现在只希望能早点还清贷款 当房奴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好了 晓晓今天讲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能控制 又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多 真的是希望政府的一些政策 起到一定的效果 可以真的是房价降低一下 让我们的房奴都可以喘一口气 嗯 没错 最好一辈子也不用做房奴了 对吧 那今天时间又到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450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450 0 legislature 高权 一个 and if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